看到那種見不到底的感覺 有沒有看到你的人生 有沒有看到你的未來 又一個植物人 遇到說他們現在有在 人家在造船路邊頭 來,我直接問說 有人看清楚這是什麼嗎 通常梨頭 上面的那一隻 你說鳳梨頭 來,台語給你鳳梨材 鳳梨材知道嗎 那要告訴各位 就是,以後你如果 要自己賺鳳梨 要不要買苗 不用 但是第一次要跟人家買 不好意思 你會講說,我怎麼跟人家買葉子 沒有錯,就是它的嫩葉 其實這個鳳梨它是 重複生長的果子,它有另外一個 那個名稱叫做什麼,複合果 除了養地 養地要精準之外 養地要肥沃之外 買它的什麼鳳梨 鳳梨的葉子,嫩葉有沒有 來把它平均的種下去之後 有沒有 各位可以猜猜看 它第一次,就從這個時候 這個年紀開始,嬰兒實習開始 第一次收成需要幾個月 各位有印象嗎 十八個月 十八個月 六個月 十個月 十八個月 鳳梨 要有概念 跟你講齁 六個月其實只漲三分之一 對對對 十八個月 我第一名 我當部落客 不是當假的 我是別的地方被採訪的 是是是 如果有經驗的話 小心小心 好,來 所以呢,我要跟各位講的是 這十八個月 請你記得 不擔心 田地好 土地肥沃 加上 我們農場主人 有用心照顧的話 有沒有 前六個月 叫做生長培育期 好不好 六個月 十八減六吋多少 十二 一年 一年後 你就可以收成了 那第二次收成 只需要 一年 一個輪環 第二次 第三次的輪環 都只需要一年 就可以大收成了 好不好 第四次 第五次 可不可以繼續種 可以的 沒有問題 但是你會發覺 你的縫梨會越來越小 縫梨會越來越少 縫梨會越來越少 所以為什麼要搬土 懂我這意思嗎 這跟 男人生小孩一樣 好不好 二十歲可以生一堆 好不好 四十歲 生一半 對不對 六十歲你還要叫他生嗎 那我還沒生啊 那你講的話 不是我講的 嗨 嗨 這邊經過的時候 你會覺得 這裡的日式風 會比較重一點 我們只是要簡單介紹一下 對面這個 日式房子 應該很清楚 沒有問題 在講 當時呢 最繁華的地區 台東就是在這裡 你參屬於當時的 所謂的市中心 所以我們要介紹 這種房子呢 其實很多 多在哪裡 知道嗎 借一下眼睛 多在這條馬路 兩邊都是 有沒有看到 屋寶 你有看到就看到鬼了 好不好 那是鐵皮屋 好不好 我們這邊的房子 其實呢 原本呢 舊式的日式房子 房設有六間 有六間 這條馬路有三間 另外三間 已經毀壞了 所以我們這裡 有一個區域場 還有一個日式的什麼宿舍 都在光榮路上 這個是 我們所謂的 日本的老校長 這個做一個簡單 給你們做一個介紹 那來到這裡呢 所以我們希望多一點時間 可以把他細微的 所謂的建築結構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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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點樂趣 跟你們做一個介紹 飛行傘降落場地 比較有興趣的是 請問一下 這麼多的山脈族 建造完 這裡是飛行傘的降落場地 飛行傘從哪裡跳 陸野 陸野高台 對不對 在哪兒 好 不用猜 由於時間的關係 好 這邊 請過來 知道我們沒什麼安排 達蘭要那麼久 因為我們可以等 今天我不能等 小心 不要超過我手伸出來延長線 注意到車子 來 麻煩 往這邊 低頭或是側面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那座山頭 上面 上面有騎桿 小心車子 好 騎桿看不到沒有關係 有沒有看到欄杆 有 有沒有看到欄杆 再找不到沒有關係 我用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你看 你望去這個山頭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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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顆獨立的樹木很高 有沒有 那獨立的樹木很高 左手邊 然後往右找 你就會看到 旗桿 然後你就會看到欄杆 再仔細看 視力2.0 你可以看到 旗桿跟欄杆 欄杆中間 是不是站著一個穿紅衣服的女孩 這條兩公里 頭上後面這樣兩公里 我可以跟你保證說 這是 我們全台灣 全台灣 最值的綠色隧道 要用什麼心態來感受呢 就是用人生的角度的心態來感受 躺著 你有沒有看到那種見不到底的感覺 有 有沒有看到你的人生 有沒有看到你的未來 有 又一個植物人 紅田著名的幽桐花步道 從另外一邊拍過來 喔 幽桐花 青梆 2.1 1.5 2.5 2.1 3.2 2.3 3.4 4.2 4.5 4.4 5.5 5.5 5.6 好